對於基層兒童來說,這一情是很寶貴 亦都是花費了他們很多,不論是金錢和準備上面 有很多的心血做了,所以我在這裏是要很感謝他們 是願意過來,是告訴議會裏面的議員和官員 到底他們面對著什麼狀況,以及他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到什麼改善的工作 非常之遺憾的就是,今天沒有問責官員坐在這裏 因為我們見到,小朋友面對很多的問題都是一個政策失誤 假如政策的主持者不能坐在這裏,看看他們面對著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會的意義就大打切扣 而他們很多的努力亦都是付諸東流 剛才教育局的代表就是說,功課是有他的作用 功課當然有他的作用,但重點就是 如果因為功課而令到他們沒有了生活,令到他們的生活變得空白 那這個就是整個社會附上極大的罪責 就是所有的小朋友 他都要過一個,他看回頭覺得毫無意義的生活 我們見到這十三天裏面有十三個學生是自盡 他擺脫的就不是生命 擺脫就是他每一日都要承受的痛苦 而這個不是有什麼心理專家 有什麼社工去跟他說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我再在這裏見到官員推卸責任 你定了一個大家都要遵從的標準化的教育 你定了什麼叫合格、什麼叫好 什麼才進到大學,然後跟學校說 你不需要逼你的小朋友做功課 不需要逼你的小朋友去滿足你定出來的標準和框架 這個是非常之荒謬 亦都是非常之推卸責任 最令我勞氣就是我看回那份學童自殺的報告 我每一次講關於教育,我一定會講 就是整個報告有一樣重點你們很質重 就是說現在學童自殺的問題 是跟教育制度沒有直接的關係 你問一下這裏所有的學生、代表和家長 他們會不會同意這句說話 這個是非常之蛇責 就連小朋友的生命都保障不了 我們還在說什麼 很尊重大家的自由 還說什麼你是很尊重學生的意見 所以我希望第二輪 因為我有其他具體的政策想說 但我很希望教育的同事 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步就是要正視現在 標準化教育最大的問題 要承認現在學生面對的痛苦 和很多學生輕生的原因 是這個教育制度 並且著手做一個徹底的改革